第24名 红七公 红七公是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人物 他是丐帮帮主 绰号北盖 他武功登峰造极 且为人正义 号打包不平 曾因为贪吃自断右手食指 所以又称为九指神盖 第一次华山论剑之后 位列天下五绝之一 红七公升为丐帮帮主 将丐帮两大绝技打斗方法 即降龙十八掌已经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齐功力势至刚智猛 红七公在海上曾经被吸毒欧阳峰暗算导致内力全失 后来在郭敬帮助下 学会九阴真经总刚的内功 武功境界更上一层楼 后来与欧阳峰在神雕中期华山比武时 殊龙明言将最高境界的九阴真经炼到物极必反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由正如意 一个油腻入正 武功之高可见一斑 两人的实力不容怀疑 红七公曾经与欧阳峰有过五次大战 明面上都是不分胜负 后来借助杨国之手 施展的打斗方法让欧阳峰破茧 杨国之言若是实战当中 红七公施展打斗方法 欧阳峰必败无疑 红七公的武功是不容置疑的 连尾侠多敬与神雕大侠杨国都是相当佩服的 但是考虑到他与欧阳峰都早逝了16年 功力上比起新武爵要差上一些 红七公第24名 综合战力指数88.5分